每天都要來一杯冰拿鐵 大家好我是艾爾文 我是吳一 歡迎回到艾爾文這個Podcast節目的第二十集 不知不覺已經邁入了第二十集 我真的覺得 我直到上一集 我才真正的意識到 什麼叫做標題殺人法 我經營自媒體也經營了一個兩三年的時間 結果到此時此刻我才知道什麼叫做標題殺人法 你應該是早就知道了 只是你沒有這麼深刻的體悟到而已 對我不知道它的功效有這麼大 你知道嗎 事情是這樣子 就是在我們第十九集的Podcast裡面 我們就有打手槍這三個字 那在Youtube上面呢 它的觀看次數就直接破了三萬六 因為我們之前以往的Podcast大概都是 差不多五千六千或者一萬多左右這樣子的數字 嗯 結果哇賽 上一集這個兩天破一萬 然後又破兩萬 又破三萬 我整個覺得 哇哩咧 但是我也覺得 也不是真正的標題殺人法 因為我們的內容談論到的其實就跟我們的標題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對啊就標題看起來比較有趣啊 對 所以我終於理解為什麼要這樣子下標題了 就是各大媒體或者是其他的網紅們 應該也是剛好這個內容比較有趣啦 而且也貼近比較貼近觀眾 對然後所以我們下一集呢就來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們的破處體驗 你分享你的就好了 但是你的還蠻有趣的說真的 你不要去調別人進來留言我跟你講 想知道的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不需要謝謝 我可以講 我們還是回歸正常一點好了 此時此刻大家應該都是在四天連假後上班的路上 那你是明天早上就要開始上班了 嗯應該很多人跟我一樣 滿滿的怨氣 你早上五點半聽到的話啦 對啊因為我們早上五點半開始發布嘛 我相信這一次有很多人都是在這一次的四天連假 有比較不一樣的體驗 在之前的四天連假這樣子的話 其實在台灣也滿常遇到吧 每年都會有一個幾次這樣子 那你可能就是去旅遊或者在家裡放鬆 但是這一次真的有很不一樣的體驗 像我們這一次的確也是有出遊 才真正的體驗到什麼叫做真正的報復性旅遊 其實以往連假的時候其實也都會塞車啦 也都會很多人 對但是沒有塞到 但是今年最誇張 對真的很誇張 因為我們在旅遊的過程當中就看到新聞上面就寫說 國道狂塞三十幾個小時耶 國五啊往花東宜蘭的地方 所以我真的覺得真的很誇張很誇張 那大家今天第一天上班 我們就輕鬆一點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一次出遊的部分內容 部分的分享 那之後我們在主頻道上面也會有 完成版的Vlog來跟大家分享 所以這一次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端午連假出遊的一些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塞車 但是我覺得我們真的非常非常的幸運 因為我們這一次是選擇去南投跟台南去玩 沒有選擇去宜蘭或者是花東 因為塞車聽說一大部分 最塞的那個就是往宜蘭或往花東方向的嘛 對啊可是我原本以為覺得 中部跟南部不會塞 但是後來看新聞跟後面幾天 我們實際有接觸到連假的部分 就發覺哇台南也是塞爆耶 對啊到處都是人潮 每個景點真的都好多人 所以我們有兩件事情做對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沒有選最塞的那個宜蘭或者花東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慶幸的是 你有先請多一天的假 就是我們禮拜三其實就開始出去了 我們這一次安排的是一個 三天兩夜的小旅遊 廉假的時間是6月25號到6月28號 星期四到星期天 那我們是在6月24號就出去了 然後6月26號就回來 星期三出發往南下 然後星期五的時候晚上就回到台北來了 我們是完美的避開了塞車的時間耶 我們還是有遇到一點點小塞車啦 但是都是在可以接受的情況下 都是還是有在前進 不會說什麼時速40公里以下 那種那麼誇張的 一部分啦 少少的道路區段性的有一點點 但是真的沒有到那麼誇張 對所以別人在南向塞車的時候 我們已經在目的地旅遊了 然後別人在北向塞車的時候 我們已經躺在家裡面休息了 其實我們蠻常旅遊的時候都是這樣子的 因為五一他是喜歡 呃旅遊完之後至少可能還有一天的時間 可以好好的稍微休息一下 而不是你一旅遊完之後一回到家 就要準備睡個覺隔天馬上起來就要上班了 因為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啦 其實旅遊完回來有時候更累 尤其我們的行程通常不是規劃那種 就是在景點找個舒服的飯店啊 就去吃個大餐 去休息 就再回房間睡覺那一種 我們通常都是會要趕比較多點 要爬山啊或涉水的這種行程 所以其實回來有時候都還蠻累的 就是希望可以稍微預留一點時間 可以補充體力一下 整理東西一下 或者是洗衣服 還有調適心情 醞釀隔天要上班的心情 對這很重要 對所以我們幾乎每一次旅遊的時候 我們都會再預留一天的時間 在上班之前 出國比較少 因為出國的時間是 希望人在國外多待一天吃一天 我們之前日本都是差不多十點 因為我們不想太早回來啊 想說就是熬到最後一刻還可以去熬累多逛一天 我們這一次是去南投的日月潭還有台南這兩個地方 那因為我們不是純粹為了工作而去的 所以我們的影片當中也是屬於自己的生活紀錄上面的分享 那也就沒有安排那種什麼 呃台南必吃的十大美食 或者是那種台南必訪經典這樣子的內容 那我們比較偏向於我們走到哪裡 我們就經歷了什麼 我們就把它記錄下來 那我們就在星期三的時候 呃先到南投的日月潭 然後星期四一早就離開了就前往台南 那那個時候日月潭還是非常非常的輕遊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遊客的 欸那我到了第一天晚上說 欸奇怪日月潭是有點退燒了嗎 怎麼感覺好像沒什麼人 對原本就想說欸我們到日月潭的時候完全很順喔 然後一點幾乎路上也都沒有什麼車 然後入住的飯店好像入住率也蠻低的 呃車子也很少 對高處遠望下去了就是欸 觀光中心啊腳踏車的人啊 好像都沒有到很多的感覺 結果殊不遲我們離開之後聽說就開始爆滿了 對我後來昨天看新聞聽說日月潭也是爆多人 對而且我們有去那個雙龍瀑布七彩吊橋 對啊我們其實南投這次主要去的行程 應該是要去雙龍瀑布七彩吊橋那邊 對日月潭只是去住日月行館而已 剛好就是要很謝謝觀觀艾草 他提供給我們一個日月行館的入住券 那我們可以住一個晚上然後兩個人這樣子 所以我們想說欸剛好就在吊橋附近 那邊都是屬於日月潭的範圍裡面嘛 那我們就是去完吊橋之後就入住在日月行館 真的很享受 對你是不是這次才發覺有時候真的還是要多花一點錢 對然後我就真的覺得欸應該要住兩個晚上了 就是你才可以好好的去享受這個飯店 真的在那邊放鬆休息 嗯真的到走的時候都還有點一意不捨 對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往南部去的嘛 然後我就去到台南 那我們在台南的時候 基本上我都有稍微再打卡一下下 所以像另外一位Podcaster Jesse 他也有提供給我他的很完整的一個美食 台南美食地圖欸真的很完整欸 因為我打開來啊裡面他講說 雖然說你們應該是已經有做好功課了啦 但是還是提供給你們參考 然後我想說其實我們也沒有做什麼功課 有啦我們基本上該找的還是有找 就是稍微幾個點啦 因為我們也不是那種可以塞很多行程在裡面的那種 對因為我們這次行程去台南的行程時間其實有點趕 嗯然後他裡面安排的那些美食地圖 都是陳彥榮就是我的前同事們 也就是你們在上個禮拜六看到那個 從台南上來新竹幫母母親神的那一位阿姨 阿姨 母母要叫他阿姨沒錯啊 他比你小欸 彥榮阿姨就是阿姨沒錯 你去叫人家叫你哥哥 你要不要臉欸 母母要叫我哥哥沒錯 可是彥榮比你小欸 還是阿姨 還是阿姨 你真的很不要臉 就是我們在台南的時候 原本就想說那個生牛肉真的很多人在排隊 想說問一下台南在地台南人有沒有什麼推薦的 比如說在地人會去吃的 而不是那種觀光客去排的 結果他推薦給我那個阿家的生牛肉 也在他的名單裡面 所以那家是真的很好吃嗎 應該是說CP值比較高啦 而且就是平價美食不用排太多人 然後都是在地人去吃的 就跟如果有台北人上來 有其他人來台北玩 我們也不會推薦他桃園街牛肉麵 欸對對對對對 我們可能就會講說 你去那個永和的仁愛公園對面吃那家牛肉麵就好 那個牛肉麵是給觀光客吃的 對 然後像星雲鎖鏈阿小伊阿馬克斗 他們也都有很好心的告訴我們一些景點 但是呢 這些景點基本上 人都是爆炸多 然後在行程安排裡面 因為我們之前其實各自都有去過台南 我是去出差啊 或者是五一有跟他的前同事們去玩 所以像那些什麼林百貨阿 孔廟阿 士坎樓這些地方 我們就沒有特別安排在去了 像星雲鎖鏈他有推薦一個景點 叫做安平宿屋的 這個景點我原本有找過 但是我覺得有可能不太能滿足你 你說可能就是一個景點 就看一下就這樣子而已對不對 也不是 因為你知道要讓艾文滿意的景點很難 我在規劃景點的時候 都覺得半君乳半虎 很怕他不開心 不要講到這樣 這樣好像文挑一樣 也不是很挑啦 應該是你喜歡的類型 是比較有點刺激 你對於人文的欣賞 好像比較沒有大於大自然的欣賞 你更喜歡接觸自然的那種優美景色啦 對啦對啦 可是我們的確也有經過一下 就是安平樹屋那一邊 也是爆炸多人 所以我們就有一點猶豫都沒有直接開走 所以所有吃的所有的咖啡廳 這些全部通通都要排隊 而且是很誇張的那種排隊喔 那我們就走我們一貫的旅遊風格 就是很隨性的走 很隨性的紀錄 就是一切都隨緣 拍得到就是拍不到就算了 就是大概先找好幾個景點 但是很隨性的看可以進去就進去 對阿如果人太多我們就直接跳過 好比如說綠色四葉隧道 四葉綠色隧道 對因為我覺得這個有可能會比較符合愛爾文喜歡 因為它就是一種美景嘛 畢竟它有台灣的亞馬遜河還是什麼 好像是 對對對 支撐 台灣亞馬遜河支撐 對 所以我想說有可能會比較符合愛爾文的口味 所以我就安排這個經典 而且我之前 雖然說我去過 但我那時候去的時候其實沒什麼排隊 但這次有點嚇到我了 殊不知我們大概早上十點鐘抵達現場 那個排隊的人潮喔 已經是躲到很誇張很誇張那種地步了 然後我們一從停車場走過去的時候 就已經排了很多人嘛 我已經就先去排隊 然後我就想說我來拍一下這個排隊的人潮好了 結果我就想說往前走一點就已經到了 結果沒有耶 它是繞了超級無敵遠 如果要用那個路程來算的話 我覺得可能差不多有五百米以上吧 沒有啦應該有兩百公尺差不多了啦 反正就是很誇張 到時候你們看影片就知道多少人了 而且我排的只是去搭船的 對 還沒有排就是那邊是已經買好票的人 很多人都不知道看到有人潮就先去排隊了 殊不知原來有另外一邊正在排買票的 對還要先去另外一邊排買票 對所以我就一路走一路走走走到前面 我才看到前面有一個售票數 結果艾文就先去排隊 結果我發覺票也不能買了 嗯對他就是掛一個牌子寫說正在確認當中 其實我覺得這個地方就是有一點 可能他們沒有遇過這麼爆炸性的人潮 所以他們有一點不太知道說 怎麼樣去handle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這個解釋不通欸 因為你這是一個很著名的景點 嗯 而且就像是廉價會比較多人 你大概也可以預期 我覺得你還是要有一個基本的處理流程 例如就像你那時候說的 他應該要廣播 哦 對不對 不是讓每一個人都在問說 欸為什麼現在不不賣票了 你們為什麼都停在這 對對對 你那時候說很多人一直在問嘛 對 因為他講說他們的票是限量的 嗯 就是賣票賣到一半突然就把那個票就關閉了 然後想說正在清點人數當中 對啊 其實清點人數這件事情也是預期之內的事情 你其實可以在更早的時候 你就先分好比如說上午場的票 下午場的票 然後怎麼樣去規劃 然後現場有沒有人去引導 比如說排隊的人其實在排那個搭船的人 都已經排到很後面 就是到停車場那一邊了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要先買票 對你早就該去告訴那些人 還有你早就該去清點人數了 對 甚至我覺得他應該學我們去雙農吊橋 那個船的時間跟你那個船隻的數量都有限 所以你每天大概可以承載多少人 其實是可以預測的 嗯 要不然你就是開放預約嘛 要不然就是 現場購票賣到多少時候你就不賣了 對 就不要讓人家傻傻的等 還跟我們說 現在不確定你能不能搭到 但是你有可能要等到下午 對 叫我們在那邊罰站四小時欸 欸對對 然後重點是還不確定說能不能夠達到 對啊因為像雙農吊橋他就是說 當天下午就最多七百個人 所以他上網預約額買他就不賣了 對對對 我覺得不如像這樣子還比較好對不對 對我覺得這個 對啦這個景點是 的確是有 有可以加強的地方 在這個人群的疏散或者是引導這一方面 對啊 因為就連我們在買票的時候那工作人員啊 因為我就是看他都不開放嘛 那我就想說我就問一下工作人員 你知道工作人員跟我講什麼嗎 他說什麼 他說 我跟你們講 這個地方是真的很漂亮啊 也是很值得來看 但是你們千萬不要在廉價的時候來 廉價來的時候人就是這麼的多 而且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賣票 這個地方你們以後有空 有緣再來就好了 現在真的不用拍 你們就去別的景點不要浪費時間了 那代表這個情形不是第一次發生的啊 他們居然還沒有想過要怎麼處理 我覺得這點就很不OK啊 對啦稍微啦 所以對這就是我們這一次旅遊的時候遇到最誇張人潮的其中一個景點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這一次 我特別有把它拉出來 因為不一定每件事情我們都有把它拍在vlog裡面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有踩雷在台南的地方踩了兩個雷 第一個雷的地方跟大家分享我們這一次住的飯店 那剛才我跟大家說嘛我們其實在日月潭的時候我們住的是艾草宋的入住圈 所以我們入住到五星級飯店日月行館 對在裡面真的是享受超級無敵高級的飯店 聽說在日月潭裡面最高級的飯店之一就是他 另外一家好像是韓碧樓嗎 韓碧樓跟雲品吧 好像都都很高就是這幾家 我忘記對啊大概就這幾家最有名 就是頂尖的飯店之一 所以我們到了台南之後呢 我一開車開到飯店那邊的時候 我就是已經有一點從天堂掉到飯店的感覺了 你說從找停車位開始嗎 從找停車位然後看到它的外貫開始 我就開始覺得我們真的是從天堂掉到飯店 結果我check in完畢之後 喔沒有 不是在飯店嗎 是下到18層地獄 有到那麼誇張嗎 真的很誇張 因為到時候我們影片當中會有拍出來給大家分享 因為我其實真的很不想拍了 就是覺得這完全沒有必要分享 後來就想說轉個念好了 跟大家分享它到底有多爛 我們這一次入住的是 摩沙曼拉國際時尚藝術股份有限公司裡面的 艾克法這家飯店 英文叫艾克法 我在因為我就先拍了那個照片 然後就是IG的限時動態上面打卡 結果那個私訊啊 所有的艾草門私訊是如雪花片般的飄來 就講說這一家超級爛 你們怎麼會住這一家 這家很有名嗎 應該很多人踩過雷 才會有這麼多人分享 而且它應該真的很有名 因為它在去年的時候有上過新聞 這件事情我都不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啊 對是艾草門傳訊息給我的時候 我才知道 就講說他們的前董事長 好像有捲款挑票還是什麼 就跟銀行借了10億blahblah 然後就是blahblah的 就有上新聞 就是很多負面消息就對了 對對對 然後大家就說這一家超級爛 超級不ok 隔音超級不ok的 然後停車也很不友善 然後樓下就是龍蛇混雜 有娛樂中心 然後還有人跟我們講說 他樓下那個7樓就是同志三溫暖 還是你當初是看到這個才訂的 這間是你找 這間是你找好之後叫我訂的好不好 其實我看到有三溫暖還訂的 我們大概是在前一兩個禮拜的時候訂的 然後上去訂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台南所有的住宿 看起來比較ok的都要5000塊以上 真的全部到5000塊以上 你想想看我們在台灣 我就以為我在東京訂房間你知道嗎 對 就是這種感覺 都要5000塊以上 就是普普通通那一種 然後只有這一家跟另外一家 好像只剩下2000多跟3000多 另外一家叫什麼 鐵道大飯店 然後那一家呢 鬧鬼 就五一間查了一家 然後就聽說裡面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房間 就是也而且聽說很多人都不敢去住 所以我們就直接跳掉了那一間 聽說是消失的房間是不是 也沒有啦 就是指定房款好像會比較便宜 但是以我們兩個八字那麼輕 所以我是不太敢入住啦 而且我們之前的住宿經驗啊 去到不乾淨的房間都是我遇到事情 艾文都沒事 所以我特別怕 對我都我都沒事情 每次都是他被鬼壓床 或者他聽到什麼 他看就是沒有看到什麼吧 呃沒有看到什麼 但是有感受到什麼 感受到什麼 也有聽到什麼 這這以後如果有觀眾有興趣 我們之後的那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可以可以在留言當中留言 讓我們知道你們想不想聽 五一住宿遇到不乾淨的事情 但是我遇到的時候你也都在旁邊啊 你應該有看到吧 我每次都好像 後知後覺 都是你講的我在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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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真的欸出神經也是有好事的耶 就是我我都沒什麼感覺 喔 好啦 算你好運 所以呢 我們就選了這一家去入住 那這一家入住的時候 我們一進去真的是傻爆眼 我最不希望 has enough extended 就看到髒東西 不是那個髒東西 是字面上的脏东西 就是很多黑色的 屑屑灰尘什么 在床上 因为他床单跟 床单那些都是白色 纯白色的 所以那个非常明显 对 当然我这边还是要讲一下 我有去跟服务人员反应 柜台那边反应 那他们的态度是OK的 我觉得态度上是没有问题的 他只是说 有脏东西 然后我就因为我没有拍 就直接给他看 然后他就直接帮我换件房间了 可是你说换房间 后来你有在经过 回去那一间房间 你说他们怎么处理的 因为我们换房间是 换到同一层楼的房间 所以我把东西搬过去 然后我要离开的时候 我就经过了 原本的那一间房间 我就看到那个工作人员 就拿着那个吸尘器 就这样吸一吸 所以没有换床单嘛 对不对 就还是继续给 之后的人去睡 对对对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 有一个影片 就是它是一个 有点像实验影片这样子 你说外国的那个 对对对对 就在国外啊 他们有有去做一个实验 去测试看看 他们在今天 比如说今天入住完 这家房间之后 没有他们会在床上 撒那个显影剂之类的 对 然后就是你一般外面 看不出来 但是你要什么紫外线 还是什么东西 照的时候就看得出来 然后他们隔天的话 就是有另外一个人 就去入住 而且指定要同一间房间 然后进去之后 他们就用那个显影看一下 他们到底有没有换床单 还是说只是把它铺干净而已 对 后来就发现都没有换 对后来发现都没有换 然后就是因为他们都有记录下来 然后那个饭店就超紧张的 然后就把那个camera遮住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那个很精彩 对啊我那天就是听你说完说 他们的没有换床单都只这样吸一吸 还有我那天晚上睡了你知道 也是提心掉的 很怕隔天睡起来就会长痘痘还是什么 对我其实老实说我那天有点怕 就是讲说因为我皮肤也蛮容易过敏的 就很怕隔天起来会长红疹什么的 但其实没有啦 对睡起来就一切还是正常这样子 以后我们要订什么饭店之前 我觉得还是可以稍微的在那个 IG上面先问一下 对先问一下大家 因为我感觉大家就是经验很丰富 爱草博学多闻 真的 所以后来我们就选择入住在这一家啦 那之后这个饭店我们还是有拍 我们会在子频道上面来跟他分享 然后第二件采雷的事情呢就是 你知道我们从 日月潭出发到台南的时候 一下交流到满街都看得到茶之魔手 因为我是一个对于饮料喜欢长鲜的人 你不只是对于饮料喜欢长鲜 好啦我对吃的都很喜欢长鲜啦 对啊 而且你是一个几乎可能每两天都会买一杯茶来喝的人 嗯差不多 对 就是素茶 对素茶的那一种 因为我是不太会喝饮料的啦 其实一刚开始 然后台湾的时候我还是维持着那个习惯 咖啡不算饮料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你要先听我讲完 一开始的时候我都是维持着一个非常良好的习惯 就是我爱妈教的 去到哪里都是随身带着水壶 自己装白开水来喝最健康 我认识你的时候的确是这样 可是现在那个爱文已经不见了 对那个爱文已经消失了 现在就被五一影响 但是我还是不会主动的去买茶这件事情 通常买茶是五一要去买或者要去尝试这样子 所以五一就讲说怎么到处都是那个茶之魔手 对 然后他的普及率跟台北的那种什么清新啊 五十兰啊 还是茶当会都有的拼耶 清新也是从南部上去的啊 他是前南霸天 对 现在这个茶之魔手五一上网Google了一下 他说这个是现在的南霸天 其实也不算现在啦他茶之魔手后来人家说 他好像已经很久了 嗯嗯对对对 爱草又说因为我有打卡 对所以有可能南霸天很多啦 我们比较骨肉寡我们没有查那么多 因为饮料界你知道一直推陈出新的品牌 陈出不求 对只是刚好我们那次去啊 就是茶之魔手特别多间 就是很吸睛啦 他的招牌会让我们一直看到 我就跟爱文说 如果转角我再看到一间我就一定要买 对所以我们在最后要离开台南的时候 我就先加油嘛 你知道如果古灰级的爱草就知道 我对于加油这件事情是非常恐惧的 就是看到油站就先把油先加满 然后油站的旁边刚好就有一家茶之魔手 然后五一就讲说你先加油 我去买饮料 没有我说我上网查一下 看大家推荐哪一个饮料 就很多网友就是推荐他们最有名的 好像叫做山楂乌龙 你就买了那一个 对而且你是叫无糖少冰 而且很多因为很多网友就已经先 说他们的非常非常甜 所以一定要无糖 所以你已经在网络上面就先看到了 对 就是最多人推荐的啊 而且都说要无糖 我们就真的买了无糖 就喝了还是超级甜 他的无糖等于台北的全糖 真的怎么会这么甜啊 不能说台北的全糖 我怕被那个 因为我们很久没喝全糖了 反正就是对我们来说非常甜就对了 对很甜很甜 而且他的那个味道 我自己喝起来啦 我的感觉是像那种 化学的调味剂弄出来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喝了以后你觉得 身体不是很舒服的感觉 对然后我就一样嘛 也是在IG上面打卡 然后大家就说 他只是便宜而已 毕竟台南的天气就是非常的热 大家可能每天都要来一杯手要饮料 然后也有人说 他以前原本是好喝的 后来换了茶叶之后就变得不OK的 那也有其他的爱茶 我们是推荐其他的 比如说要喝仙草冬 冰奶茶 还是东周黑糖薄霸奶 还是青梅青茶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有过这次经验 我应该不会再给他机会 没有啦 我觉得像马古董就有说 他有私讯来 我觉得他讲的蛮好的 他说茶之魔手是学生族群 就是要省钱 更便宜的那种手要饮料店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 喝习惯 比如说五十兰啊或者是在台北 因为台北进程非常的激烈 所以饮料店的水准可能都有在 越来越高了啦 对越来越高 那我们已经喝习惯那样子的话 再回来喝 就是用一样的那种价值观 来去看待的话 就会觉得他很不OK这样子 但是我现在回去喝夜市那种 我小时候喝的那种手要饮料 我还是觉得那家很好喝啊 你说的是波哥对不对 对啊 我跟你讲台南也有波哥耶 一样的吗 我就不知道 他应该不是连锁店吧 波哥是那个人耶 对啊 就是五一说的那一家 是在永和的乐华夜市里面 有一家手要饮料店 叫做波哥 那那个是五一从小喝到大 可以这样说 对啊 从小喝到大 然后现在过年的时候 你们都还是会全家跑去买 奶茶之类的来喝 对啊 就过年的时候啦 可是就是你觉得就很好喝 因为像我在那个我们的前同事群组上面也有波 因为就燕容阿姨台南人嘛 他就说这家真的不OK啦 要和波哥 然后马高杜也推荐波哥 然后我想说一切都来不及了 可是很奇怪 可能不知道是因为波哥 他的招牌没有那么吸引人 还是说他可能没有那么多家 因为我们到处看到的一直都是杂志魔手的招牌 就是没有看到波哥的这一个 不知道反正我们就没有遇到啦 对所以如果以后未来有机会再去台南的话 如果有遇到的话 我们再去买来喝喝看 对去南部一定会一直喝饮料 因为真的太热了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在端午年假的一些些的小分享 像饮料这种我们就是没有拍在影片里面的 所以我们就在报告上面来跟大家分享 那其他的有更多的细节 我们就会在日后的vlog一集一集的里面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去台南一定会吃很多东西 所以这集我们也是有拍非常多店家 哪有很多啦 就几家啦 我们也就在台南老师说24小时而已 但是好像也拍了三四家 天啊 好就欢迎大家订阅爱尔文的生活记录的YouTube频道 还有爱尔文的生活废片的YouTube子频道 那大家今天就忍耐一下 加油一下 礼拜六就有新的vlog影片看了 坏听 你要打起精神来给人 你不能够这么 自己都很哀怨 对啊 你自己都很哀怨 你还给人家坏听呢 好啦加油咯 韩文 哦 爱规定一定要韩文哦 对爱尔文规定的 哦好吧 欢迎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放